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任 刚刚接到线报 说今天晚上码头会连夜运一批私货 这么眼人耳目 我怀疑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调查那批私货 我请求调派二十个探员 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去码头伏击 好 我这就下命令 到时有你带队 我等你的好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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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像落在了何弘蕊的手里 这个授权书要是让你妹妹拿到 咱们的官司肯定就输定 雪凌 你现在实话跟我说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扎林没有跟我说过 真的没有 雪凌 老爷说了 这件事情可关系到官司的输赢 这个时候你可不能遮遮掩掩不说实话 我真的不知道 妈 雪凌是不会说谎的 雪凌 你是我们齐家的人 这场官司要是赢了 东亚银行从此以后就姓齐了 这对于你老公还有你 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 都是有好处的 你要知道什么就说出来 我就是偷 也能从陈家里那儿 把这个文件偷出来 爸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既然家里他有了张宝白的授权 哪怕是他赢了官司 那我们也是没话说的呀 你去偷文件 不等于伪造证据了吗 将来就是打赢了官司 那也是亏心的呀 放肆 你竟敢顶着老爷 忘了自己的身份了 你却不敢再给你 我就是说 你一样 你这次我 你不肯定 你也不肯定 你不肯定 你这次 我能不能共同 你不肯定 可是我已经把佳麟她伤得不轻了 现在宝林还有虾丘 他们都不能原谅我 爸 我不能 我不能再伤害佳麟了 她毕竟是我的亲妹妹啊 许丽 老爷 涛哥 你刚和条子分手 怎么能到我这来呢 把他们引过来怎么办 浩哥你放心 绝对没人跟来 那也别交流 我就是来报告浩哥 今晚一切按计划进行 很顺利 夏秋没有起疑心 没有 我特意揽下慈善总会赈载物资集运的活 一切都是经得起查的 虽然他们不甘心 可是也拿我没办法 这出狼来了一场 以后联署的人再接到线报 他可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阿良 干得不错 我记你一宫 以后应付侠求 可就全靠你了 浩哥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阿良你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的 谢浩哥 你死了 小姐 林先生来了 您这边请 哦 你来了 怎么样 昨晚还是没睡好 脸色这么差 还好 你不也是啊 你的黑眼圈啊 都快赶上熊猫了 对了 施律师明天要出庭做个证 他让我给你带个话 他说如果明天 我们还找不到那份 说清书的话 他几乎可以断定 法官会直接判你 败诉了 李先生 请喝水 昨天我跟李妈 把这里里外外都找了个遍 就是找不到那份授权书 我也没办法了 也许 何鸿蕊已经把他给烧了 我看倒是威逼 何鸿蕊这个人 一直心高脚 他一直认为 是你把张莫白给蒙骗了 所以当时他已经把你赶走 很有可能把那份授权书留着 等他将来稳操胜券的时候 再拿出来炫耀 如果这么重要的东西还在 何鸿蕊临终之前 又和你和解 他肯定是把授权书 当作遗物托付给你 嘉琳 你再好好想想 嘉琳 你想到了什么 来 下球 放一下 再试试这个 不是 有没有发假 上来吧 这个是我做探员的基本功吗 快来看看 哎呀 这么多是空的 嘉琳 你刚才想到什么了 何鸿蕊连中前 还没来得及跟我多交代 他只给了我这两把钥匙 一把可以开东亚银行的保险项 而这一把 我怎么猜都猜不透 是做什么的 我在想 这何鸿蕊要给我个迷猜 那谜底就是授权书 而这个线索 但我对这个线索 毫无头绪 我怎么都没想到啊 想到什么 李妈 李妈 来了来了 李妈我问你 连贵第一次开庭后 不是请假回乡下了吗 你把他找回来 我有事问他 小姐你还不知道啊 连贵前两天就带着全家人 你去南洋了 自从法庭作证以后 那个齐满轩就恐吓他 吓得他不敢在香港待下去了 我看你这两天心情不好 就没敢告诉你 那你联系得到他吗 他是去避难 哪能留下地址呢 那好吧 没你的事 你先下去吧 那是 何鸿蕊这两年身体不好 大大小小的事 都是连贵经少 这把钥匙的来历 他肯定知道 可惜 真不走巧 给我看看 我看过这么多的锁 这样的钥匙 我还真没见过 他做得这么小巧 还这么精致 能造他的人肯定很少 要不这样吧 我把他先拿回去 给技术科的人看看 他们见识广 也许可以从 制作者的角度 给我们点线索 那我现在就去 好 你确定是齐满轩的人 没错 那几个业务科的都是齐满轩 带进来的亲信 马先生 而且他们要求 检查保险库的安全 故意抽查了保险箱 我一查 他们第一个提走的 就是和洪蕊名下的 那个保险箱 你看着他们乱来 没有王法了 我也拦不住我 所以留了个手下看着 浩哥 他们人呢 刚走 他们从和洪蕊的保险箱里 拿走什么东西了吗 他们打开和洪蕊保险箱时 我坚持要跟他们在一起 还好里面是空的 所以他们什么便宜没落到 走的时候灰溜溜的 这就好 我听技术科的同事说 这是老上海所建的工艺 现在香港基本没有人做这种钥匙 所以查不出来 对不起啊 嘉玲 没关系 你已经尽力了 谢谢你 何洪蕊的谜你准备怎么解 你不会是打算放弃这场官司吧 我是不会放弃的 今天 齐满轩找人到何洪蕊的保险箱里找东西 我想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不过他还在派人找 起码说明东西还没有落到他手里 谁告诉你的 马文豪刚来过 夏秋 你怎么了 我是想说 在东亚的事情上 也别太相信马文豪 张先生出事以后 马文豪跟齐满轩连过手 而且 我老觉得这个人突然就发迹了 一下子从一个打工的 变成东亚的第三大股东 我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 我知道你为我好 不过目前我需要和马文豪合作 而且 我也想利用马文豪和齐满轩之间的矛盾 我有分寸 有件事也许我早该告诉你 当时诬陷张先生走私洗黑钱的账本 是马文豪的手下悄悄给履落的 可当时我去东亚调查 他却装作不知道 话里话外还暗示着张先生有罪 那莫白知道吗 我跟张先生提过 他当时没什么反应 但其实我听说管理师为了这件事 专门去过新加坡的分行调查马文豪 只可惜现在张先生昏迷 管理师又有保密义务 所以这件事我是问不出来的 那应该没查到什么 要不莫白能不跟我说 夏秋 我知道你担心我 你放心 我跟马文豪打交道十多年了 我拿捏得住他 他不敢对我怎么样 是啊 他是不敢跟你怎么样 可是你真拿捏得住他吗 我可是听酒吧的人说 马文豪最近跟保林 偷偷接触得很勤呢 他不是答应过你不去这儿的保林吗 我最近忙着打官司 也没去酒吧 那里人心惶惶的 传来传去的话也未必准 不过你放心 过两天我会去看看的 好 那我先走了 新加坡分行一直都是马文豪在负责的 现在就单单那边出了走私洗钱的事 马文豪的嫌疑最大 要不要我去查一查 马文豪的事情先不着急 等我出去以后 我自己处理 是啊 他是不敢跟你怎么样 可是你真拿捏得住他吗 我可是听酒吧里的人说 马文豪最近跟保林偷偷接触得很勤 他不是答应过你不去招惹保林吗 那些人也不想要 小姐 看你做了半天了 是不是为了官司的事又发愁呢 先吃点宵夜吧 薑汁状奶 这是保林最喜欢的 宝琳 他最让我犯愁了 小小姐又惹祸了 他给你的官司捣乱了 这倒不是 他还是挺讲义气的 那天啊 他还冲到法庭替我说好话 只是 官司打到这个份上 要让宝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那你 让他去哪儿啊 那你去哪儿啊 我给他养父母写过信 他们现在全家都搬到了英国 他的养母还很想念宝琳 你打算把小小姐送回他养父母那儿 我不是把宝琳塞回去 我会负责学费跟生活费的 我只是考虑 他的养父母都是中产阶级 生活稳定 如果把宝琳送回到他们身边 他可以重新过上平静的家庭生活 这是我给不了他的 我希望宝琳可以过上 一般女孩子的生活 可以谈恋爱 可以上学 可以结婚 经历了这些 这才是他最好的安排 小姐 你明明舍不得他 这有何苦呢 将来他真的要走了 你不定想他想得多难受呢 就这么定了 这是对他最好的安排 我明天就和他养父母联系 什么 陈小姐 你派人去新加坡查过马文豪了 我在东亚还有些老关系 叫他们调分行的账本看看 马文豪的这点猫腻还瞒得过我 可是张先生跟我说过 这马文豪的事情 他要亲自来处理啊 我从来都是尊重莫白的意见 但我就是不明白 在马文豪的事情上面 他为什么这么犹豫 这不像他 莫白莫名其妙地在出狱时 被下了黑手 还有前前后后这一连串的事情 都让我觉得 马文豪的事情不能再拖了 再不防范 很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可收拾的事情 到时候不管对东亚对莫白 都已经太晚了 管律师 请你帮助我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陈小姐 我知道你对莫白忠心耿耿 也能够理解你的担忧 问题是我是个律师 如果我主动泄露当事人的秘密 是会被调查甚至停牌的 我知道 莫白也请你调查过马文豪 你肯定也知道 他跟齐满轩早有勾结 但你或许不知道 早些年 莫白也怀疑过马文豪的为人 马文豪为了获取他的绝对信任 不惜跟齐满轩上演了一场 挡子弹的苦肉计 马文豪从来不做亏本的生意 要不是有天大的阴谋 他会受这么大的苦痛 马文豪的腿是这样瘸的 简直太可怕了 害自己都可以这样 哪要害起别人来 这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 简直不敢想 关律师 我并不是要你泄密损害客户的利益 我只是要你在非常时期 行非常之事 施律师告诉我 在紧急的情况下 所谓的律师保密义务 是可以被打破的 现在莫白生死未卜 凶手又逍遥法外 我们不保护他 谁保护我 好吧 我相信张先生也希望我这么做 秦太太 我看这次的脸色比上次差多了 最近家里有点事 心情不好 吃得不多 这我可要提醒你 孕妇心情对胎儿的发育很重要 你要让自己开朗起来 哪怕是为了孩子 齐先生 你要经常开导一下你太太 您放心吧 我会多注意的 行了 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我给你开了些孕期维生素 等会去药房拿吧 谢谢 不客气 谢谢医生 慢走 来 莫白 对不起啊 这两天没有来看你 为了东亚 我必须尽力 对了 我知道授权书的事了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 虽然老天捉弄人 我没办法找到授权书打赢官司 但是我没有泄气 因为我知道你的心意 对了 官律师把马文豪 他走私洗钱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你不该瞒我的 但你一定有你的原因 对吧 莫白 现在你就把这些事情都交给我吧 你要相信我 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为了东亚 更为了你 莫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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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西林 你这是要去看张莫白啊 你不会告诉爸爸吧 我觉得过意不去 现在张莫白躺在医院不省人事 是 抛下茂文和佳林 可是爸还趁人之危 想用那种手段夺取东亚 莲父 我 我想为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德 我知道 你去吧 我先到车上等你 我是怕佳林也在 看到我反而尴尬 好 走吧 慢点 刚才是谈 阻碍了呼吸 现在已经没什么问题 刚才看他那么痛苦 我能试着帮他按摩吗 可以 肢体的刺激和语言的刺激 对他的康复都很有效 尤其是熟悉的亲人声音 说不定真的可以把他叫醒 爸爸 你醒了吗 你要什么时候才醒啊 妈妈昨天教我唱了一首歌 我唱给你听好不好 狼狼狼 骑马到松江 摇摇摇 摇到外婆墙 外婆叫我好宝宝 狼狼 骑马到松江 摇摇摇 摇到外婆墙 救命 姐姐 姐 等我以后赚够了钱之后 你就帮我存起来好不好 等我们存够钱之后啊 就从姑妈家搬出去住 大姐 大姐 出去走走吧 想的 帮你 对孩子不好 你知道吗 嗯 夏秋告诉我的 本来想去看你的 可是眼下这个情况 我恐怕走不进你家 我真没有想到 孩子还在肚子里 就要替妈妈 在法庭上揭晓衣的隐私 我不知道 将来孩子会怎么看我 那天法庭上 宝灵却狠狠地等着我 那种眼神 大姐 宝灵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都使我不好 让她老跟着我 在是非里头转 大姐 你说 爸妈在天上 要是看见我们三个变成了这样 不知道会怎么想 那你干什么 这是何洪蕊留给我的秘密 为了她 我连宝灵跑了都没有去找 算了 我也想开了 我不想知道答案了 我太累了 你等等 这钥匙 我认识 我认识 就是这里 齐太太 好久没见了 来做衣服啊 正好经过 就过来看看了 对了 你去把最新的时装杂志 拿过来几本给我们看吧 好的 大姐 这真是做衣服的地方 这家店的老板 是原来上海滩有名的裁缝 后来她把店搬到香港 专门做有钱人的生意 现在这里也很火 我婆婆还有何洪蕊 都是这里的会员 我陪他们来过几次 走吧 去更衣间 更衣间 这里每个会员都有一个指定的衣柜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何洪蕊给你的那把钥匙 应该是这里衣柜专用的 这边 这边应该是我婆婆的衣柜 旁边的 应该就是何洪蕊的衣柜了 谁 这边 它还avour 就好 它反正 咱们 personal 咱们 二月 对 其实 我想还是当了施律师的面再打开吧 本人长莫拜 全权授权陈嘉林女士 在我不能离世期间 待我处置东亚兴 任何时候 如果我大哥马润武之子马耀祖相认 请陈嘉林带我 将我一半的东亚股权 无偿赠与之 张莫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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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明 张莫拜 张莫拜 Schwe 큰 Sword 张莫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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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喝茶 好 辛苦了 这样这场倒霉的官司 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个陈嘉林啊 也犯不出什么新坏样了 东亚银行马上要成为 七家的产业了 这还不算喜事 算算算算 他跟老爷斗 本来就是自不量力嘛 雪林 吩咐厨房 把老爷最喜欢吃这菜 多准备几刀 等等 雪林现在怀着七家的孙子呢 你怎么使唤她呀 妈 我去交代吧 去吧 雪林啊 这场官司能赢 你是立了汉马功劳的 你放心 爸爸说话算数 一定亏待不了你 雪林啊 我知道 让你去法庭上跟你妹妹翻脸 让你受委屈了 你放心 将来一定会好好地补偿你 可不得了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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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接到法院的通知 陈嘉林准备提交新证据 法院明天开庭 陈嘉林现在还能有什么新的证据啊 肯定是陈嘉林找到了那份授权书了 法院才急着开庭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去吧 明白了 老板 老爷 你打算怎么对付那个女人 我还能怎么办啊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嘛 随得去吧 对了 雪林 你以为把你妈妈以前唱的乐剧唱片 拿出来听听 画观心情 臣氏 便宜那个女人了 老爷 喝茶吧 好 夏秋 找我有事啊 是李叔说明天开庭 我过来看看你 那怎么不进去啊 还说呢 敲了半天门没人应 是不是李妈带着冒文出去了 不应该啊 每天这时候我从医院回来 李妈都已经把冒文哄睡了 冒文 李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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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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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冒文 李妈 怎么了 不怕啊 刚才 刚才有几个强盗进来 他们一进门 就把我和冒文绑起来了 翻箱倒柜的夏日 你们没受伤吧 那倒没有 佳麟 你们家之前的东西在哪里 看看找了什么 他们不像是抢钱的 一进屋 就找书房 好像听他们说 要找一个什么书 是有权书 糟了 是几本轩的人 下求 冒文乖啊 妈妈马马上回来啊 快找找看 东西还在不在 别急 东西我一直贴身带着呢 太好了 幸亏你有仙剑之命 不过 佳麟有没有觉得 这是太巧了 怎么说 是律师说 你拿到授权书的时候 大表姐在身边 你想想 你下午才拿到它 晚上齐满轩的人就来搜 他们怎么会知道授权书呢 会不会 人家说 父子打官司 可以反目成仇 我现在才相信 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别说你不信大姐 就连我 今天当着她的面 我也没敢打开授权书 留了一手 但我心里总觉得 这次 大姐是真的想跟我和好 所以今天晚上的事 跟她无关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我又何尝不希望是这样的 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大姐 明天齐满轩官司一输 我怕她会迁怒她 应该不会 毕竟大表姐 现在怀了齐家的孩子 这才是我最心疼她的地方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夹在婆家和娘家中间 已经够为难的了 现在还多了个孩子 你叫她怎么选啊 而且姐夫为了协助你 调查莫白的事 丢了工作 现在整个家 只能靠齐满轩贴补 一旦齐满轩撒手不管 你家人 一个病人 一个未出世的孩子 他们要靠谁去啊 我还真没有想过 上次我对大表姐说的话 可能有点重 你也别太怪自己了 这官司一结束 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帮助他们 佳麟 这么些年了 原来你还是那个大毒 又仗义的陈女侠 不要这么说 一提起啊 我就想起当年 带着你跟阿良在海边走私货 警察来了 只会拉着你们往海里跳 想想日子过得还真快啊 你看 现在你成了抓私货的阿瑟 人家阿良也是传老板了 有时候生活真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是啊 等这件案子结束以后 我们把阿良约出来 我们三尽客要好好地喝一杯 嗯 好啊 浩哥 浩哥 这两天陈小姐来过东亚好几次 你知道吗 宝林他被我哄得服服帖帖的 他来干什么 也没见他来这儿缠着我呀 哎呀不是陈宝林 是那个陈嘉林 他 跟齐满轩打官司 我跟他是联手的 有什么事情他该来找我商量 瞒着我他去找谁了 我打听过了他去找过沈基部的老部下 查的就是你的新加坡疯狂的事 什么 坏了 看来当年交给吕洛的账本 到底还是反咬到我自己头上了 臭小子 当年要你交到吕洛手上 你随便就留给那个姓林的警察 被他留了心 张莫白和陈嘉玲能不知道吗 是我不好 现在还是想办法要紧 浩哥 你说要我怎么做 我一定将功折罪 陈嘉林 是要跟我动手了 上次他故意跟我说 不计较我跟齐满轩合作的事 还大夸我 当年替张莫白挡子弹那件事 现在看来 他都是在试探我 这么说 你跟齐老板私下做私货的事 陈嘉玲都知道了 他这么聪明 早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要不要我马上去弄条船 咱们先离开香港避一避 你傻呀 我这一走 不就等于都承认了吗 事情还没有到这一步 我看陈嘉玲多半只是怀疑 还没有过硬的证据去找虾球 他要真想怎么样 我手里还捏着他的软肋呢 您说的是陈宝林 行了 陪我去马德仓户走一趟 趁着陈嘉玲还没有动作 我要狠狠地赚上尽力 浩哥 一切都备齐了 明天发船就行 对了 上一艘船已经快到台湾了 这次的货 都是台湾市场上的紧俏物资 肯顶了大赚一笔 嗯 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发两船货 马灵 你很会办事吗 还不是多亏豪哥英名 让我们堂而皇之地 租骑士船行的大船运货 齐满轩的船 自然是上下都打点好的 谁敢多问 当然顺利了 私货生育的油水大 坐我们一船 等于老老实实坐十几船的利润 齐满轩抽了那么大的头 还能不给我们行兴方便 对了 最近虾球没来找麻烦吗 上次他扑空了一次 最近应该不会轻举妄动了 而且我表面功夫都做足了 每艘船上都加了些骑士船行里 正规客户的货 外头人看不出来的 这次这两船货出手 我不会亏待你的 对了 你老婆不是要回来了吗 到时候我请她吃大餐 坐游轮 让她看看自己的男人 是多么的有出息 谢谢豪哥 豪哥 我 我正想跟你说 其实我已经决定 做完这几船 去台湾的货就收手 到国外去陪老婆孩子 阿灵 男人是要做大事 不要为了那点儿女情长 就断了自己的财路 你不想想 要是没有钱 到国外能干什么 难道还带回你的老本行 给人去开船吗 豪哥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是 我就是想能过上安静的日子 不想将来落到 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是不是因为虾球 你怕跟虾球闹翻了 是吗 既然你决定这么做了 我也不会拦你 人格有志 谢谢豪哥 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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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在法院里 出示李章张莫白 给你的特别授权书 反败为胜 你能跟我们说说 判决的具体情况吗 关于案子的事情 请大家问施律师 现在你成为 东亚的实际掌权人 会不会对秦满轩进行清算呢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今年秦满轩甚至都没敢露面 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现在就可以答复诸位 我陈嘉林 绝不是挟私报复的小人 既然张先生委托我代理东亚 我心里就只有东亚的利益 只要对东亚有益的 我一定会去做 但是要有人伤害东亚的利益 不管是谁 我绝不手软 各位都知道 齐满轩是东亚的第一大股东 我相信 现在我跟他的利益 应该是一致的 我愿意化干戈为玉帛 跟他协力搞好东亚 陈小姐 你跟齐满轩斗了这么多年 商场如战场 本来就是成王败寇 你让他如何相信你的诚意 今天趁记者朋友都在 我想跟大家宣布一件事 东亚原来的副总裁 齐连府先生他被辞退了 是当时的管理层害怕 东亚受张先生案件的牵连 现在张先生沉冤得雪 就显得当时的处理太过草率了 所以我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将齐连府聘回 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 陈小姐 你是要聘齐满轩的儿子 回东亚吗 有什么不对呢 齐连府兢兢业业 在东亚工作了六年 无故被辞退 这多伤老员工的心呢 我不是要故意照顾上 我说过 我心里只有东亚的利益 而东亚的利益 是需要无数像他这样 苦干实干的人来实现的 如果他先去 他们都得到 医生 高兴 但是你更为了 你们贵国 你们贵国 找到 你不得一只 我觉得 人 admire 帮助 你客气 害怕 有什么 你贵国 那边有一个公平 刚才在法庭里我看到你了 跟上次不同 今天你是坐在我这边的庞庭席 谢谢你 大姐 我是瞒着家里出来的 昨天我担心了一夜 就怕开庭前 公公在使坏对付你 所以过来看看 这下 我放心了 大姐 那天在服装店里 当着你的面 我没有打开授权书 虽然你没说什么 可是你心里一定不好过 对不起 大夫姐 昨天晚上的事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昨晚 昨晚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都过去了 我知道 你们对我有戒心 这我能理解 毕竟打这场关税以来 我伤害过你们 但请你们放心 经过这次 我总算明白了 以后 不管有多大的利益 我再也不会出卖我的亲人 大姐 也不愿意 欠问 我 也不愿意 我 要我 不愿意 那些人 还不愿意 偶尔 你也不愿意 感到 我 我 我 要 啊 哼